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方面 之前的舆论 台湾也沒有舆论 舆论是比較健全的悲信事實 然後去發表意見 適時不同立場也好 相對比較客觀公正 那些就叫做舆论 或者反映大多數人的看法 台灣那些是各有各說的 當然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 除了官方很少表態 但在那些電視的名嘴節目 講到天花龍鳳 我留意到有些人在撐中國 美國人擺明是挑釁 那些是支持中國的 不斷掃臭美國佬 有些就說 你民進黨一美抱著美國的大腿 如果一腳踢開你 你就慘了 你犧牲了台海 令到台海產生危機 那你又關他什麼事呢 老實說 他背落西要來 你共產黨要發爛爛 那這件事你又不要賴民進黨 對嗎 民進黨所以比較低調一點 我留意到 最近因為選舉 選舉 一選舉就很多所謂negative campaign 最近桃園市市長候選人林志堅 兩篇碩士論文都被認為是抄襲 搞到天天說這件事 看得多都悶 配落西來了之後 就說抄襲論文那個就少了 一般的看法很多 有些就猜他不會來 猜他不會來的那些人 我不可以說 猜他不會來的那些是親共的 但是至少他認為中國的強硬 是會令到他不敢來的 這些是一種論點 所以台灣很危險的 我經常說 台灣一打仗就糟糕了 是吧 走得快 好世界 全部是 去到今時今日 共產黨 共產黨 經常這樣威脅台灣 你還在那裡龍裡雞日日 是吧 沒有得救的 是吧 你看到那些節目我覺得很好笑 是吧 現在是誰更兇 誰更耍 誰更耍耍 但是 有些人就認為 無論怎樣也好 他來也好 不來也好 對台灣也有來的 如果他來 你中共表示很強硬 做了很強硬的事情 是吧 令到大家更加同情台灣 是吧 世界又看見台灣 尤其是 這位老人家來到這麼厲害 台灣又威脅 你又有好處 不來 因為你打壓 所以他不來 我們 大家又同情我們 但這種看法 我覺得很便宜 來不來 你都沒有好處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當然不會打佩洛西那架專機下來 但是他一定會提升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因為他的講法很簡單 你看那些二和團的講法 就是說 喂你現在搞台獨 是吧 那你中華民國總統 是吧 那個叫中華民國哪有台獨 中華民國是1911年到現在的 是吧 就是你這種講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你明白嗎 他訪問台灣就等於支持台獨 這是什麼邏輯呢 那你可以說 這個總統是主張台獨的 這個黨是主張台獨的 所以就是台獨了 其實以前 就是中共對台灣島內的 那個所謂政治江譜 他是這樣看的 有一種叫A型台獨 有一種叫B型台獨 是吧 有一種叫台獨 有一種叫獨台 有一種叫獨台 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候 他就叫獨台 是吧 是吧 那國民黨有些人 就是主張本土的 他就說這些就是B型台獨 是吧 那個要獨立建國的就是A型台獨 是吧 台灣的國號叫中華民國 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最多說全世界不夠二十個國家承認他 不要管 他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他已經獨立了 獨立了一百一十一年 是吧 那只不過他統治的有效統治的地區 就是台灣彭湖金門馬祖 是吧 中國大陸就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 國民黨失敗 就走了來台灣 就把中華民國政府移到台灣 這樣而已 在老蔣時代 他也是打算我是正所 你是偽政權 我要打回去然後反共復國 是吧 那只不過現在你國民黨不敢說反共復國 是吧 我經常說 民進黨說抗中保台太消極 我們反共復國 因為各國當然是和復回中華民國 但是當然不敢這麼說 你現在是和中 你跟中國說和平 那你就不敢說 所以國民黨就玩完了 民進黨他也不是反共的 他也不是反中 他說他抗中 他又說他反中嗎 是吧 你現在佩洛西要來台灣 天天在哭打哭 你民進黨不敢說 是吧 都是投鼠忌器 形格勢禁 都不敢亂說話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所以你到頭來 輸家是台灣的 你美中這種博弈 誰是贏家 這些人經常在說 是吧 誰是贏家 現在 各取所需 各有各講 我又我講 曾鈺成有曾鈺成說 劉慕窮有劉慧窮說 台灣這些 統派有統派的說法 獨派有獨派的說法 誰是贏家 是吧 是吧 中美都不會是輸家 現在 輸家的是台灣 是吧 是吧 喂 你現在說這件事 好了 很快的 明天他 明晚來 後日他走 他走了之後 你台灣就周身痕了 是吧 共產黨不搞你才站 是吧 不要贏 所以是沒有辦法的 你俠逢中生存 在美中兩大國的俠逢中生存 那你就依靠了一邊 那邊 不會被你依靠的 那邊是要搞你的 是吧 那你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 他不去籌惑 統一台灣 不可能的 如果他再坐五年 再穩定一會 他下一步就一定是搞你台灣 所以你說 今天香港 明天台灣 在2020年選舉的時候 用來做選舉口號 是吧 你真是 很快被你說中 大哥 不過你用來選舉口號 那些選舉 11月又是11月 台灣就是九合一選舉 還有117天 現在在打選戰 天天就在口水戰 這些我通常都不看 一到選舉 台灣的人就神經失常了 開始 什麼髒骯髒事都做了 所有的政客都是這樣的 OK 抹黑什麼都來的 這個 令到你眼界大開 但我們看得多 就覺得很討厭 我告訴大家 香港沒有一個人 好像我這樣 看那麼多台灣選舉 我是在96年直選總統之前 我已經來看那些增保押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以及地方行政手段的選舉 我80年代已經來看選舉 你看到有總統直選開始 幾乎每一屆總統選舉 我都大團來看選舉 你不會讓我看台灣的選舉 看得多 所以每一次選舉 有民進黨參選 你中共民工武嚇的結果 就是幫民進黨助選 每次都是 所以這次也是 你現在 貝洛西火台這件事 你搞到瓶瓶瓶瓣 哭打哭殺 或者接下來 你會對台海上空的軍機飛來飛去 你不就是幫民進黨11月的選舉助選 是不是 所以國民黨也是淒慘的 在上一屆的九合一選舉 2018年 我也有帶隊來看 贏到富了 自己想不到贏那麼多 那時候 台灣有一句流行語 叫做 台灣最大黨 叫做 土厭民進黨 台灣最大的黨 就是 那個黨名叫土厭民進黨 就是在2016年到2018年這兩年 民進黨執政 是不是 每樣都不得 你看到2014年 那次我又有來看選舉 國民黨輸到富了 是不是 在這個九合一選舉 你看一下圖 綠色就多過藍色 去到2018年那次 就藍色多過綠色 藍色就只剩下藍部 你明白嗎 為什麼這麼快就走了 只剩下藍部 只剩下藍部 除了台北市 高雄又贏 高雄台中 新北 六都佔了三都 加起來的人口 成千萬 佔了台灣一半人口 只剩下這三個都 你搞不搞 你找個韓國瑜 去選這個總統 你做高雄市市長 那給民進黨 就有機可乘 加上香港 反送中運動 就贏到你腐 總統大轉贏 然後回到2022年 這個地方選舉 藍色就不會有這麼多 我告訴你 所以你看台灣選舉 很有趣 中央的立法委員 和總統選舉 2016年 民進黨贏 2020年民進黨贏 2020年蔡英民眾贏 800多萬票 破了馬英九 當年700多萬票的紀錄 但是他有個鐘擺 除了2014年 那次九合一選舉 我最記得的 我去訪問當時的 民進黨秘書長 現在的外交部長 現在的外交部長 他還很謙虛 我說今屆選舉你們來贏 2014年 因為我又在台灣 請了一個台 做選舉節目評論 你明白嗎 我們覺得 喂 即是 贏了 他很謙虛 繼續努力 我們還要努力 我們贏了 2014年 到2018年 4年 就輸到負 但是2018年 和2014年 中間是2016 選總統有大勝 也不算大勝 不過 國民黨參選的 很差勁 叫朱立倫 然後到2020年 九合一選舉 2018年輸了 2020年總統又贏了 現在又回來 中擺到2022 但是今次 真是 國民黨又沒有運行 為什麼呢 對民進黨來說 現在台灣 真是台海危機 大家越驚越好 就告訴大家 你看共產黨 這樣 你還投給國民黨 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現在就在那裡打 又贏了 你吹嗎 但是 這是短期的讓利 長遠來說 台灣人民要付出什麼代價 所以台灣這種民主政治 就是 那個悲哀的地方就是這裡 我昨天去了一個新書分享會 接著我聽聽聽 那些人說話 如果說不了 我就屁股人 我舉手說 後來被人揭穿了我是誰 這個大問題 我說的那些話他們當然好 所以台灣都是這樣 指民立場 不民是非 這是一個沒有是非的地方 一度選舉 就是沒有是非可言 只有輸和贏 所以美中政治激鬥 台灣肯定就是輸家 但是民進黨就是贏家 那你說這個是好 是值得慶幸 還是悲哀 那就讓大家自己去判斷 好 現在我們 未來這十幾二十個小時 二十幾個小時 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這個貝洛西的專機 會不會被炮彈打下來 OK 拜拜